与大学生贺兰陪同学凤妮来相亲 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竟是一个有过私房太太的老头 凤妮自小被势力眼的舅舅抚养长大 想把她嫁给有钱的蔡老板大转一点 她宁死不从贺兰也不想她进火坑 双方在大街上撕扯起来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楼上的高仲奇看在眼里 立马吩咐心腹兄弟去保护他们 凤妮慌乱中正巧撞到下楼的汤敬业面前 视力眼的舅舅不敢惹军官要动手打她 你敢打她一下 我打死你 汤敬业 这两个老男人欺负我们两个小姑娘 你管不管啊 汤敬业出面替他们解决 警告蔡老板不准再打凤妮的主意 蔡老板下的大气不敢喘一下连忙开溜 视力眼的舅舅也紧随其红 今天的是多亏了有她帮忙 凤妮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 贺兰跟高仲奇谈恋爱的事没几个人知道 毕竟她现在还是个大学生家里不同意 这天她又上课迟到了 就在她害怕被老师责罚时 却惊喜地发现对方竟是刚认识的朋友秦成玉 该说不说两人还真是有名 秦成玉是大帅的儿子 但她不喜欢杀戮喜欢教书育人 所以便来到学校当老师 由于她刚来这边还没找到住的地方 贺兰自告奋勇带她去找房子 起料两人走在一起的画面 被校门口来接她的高仲奇看到